6月10号正值端午节 贵州村超球场迎来西藏日喀泽 内蒙古护伦贝尔 河南洛阳的足球代表队 及民族特色歌舞表演啦啦队 从雪鱼高原的藏族舞蹈 到中原大地的传统文化展示 再到大草原上的蒙古风情 啦啦队的队员们身着民族盛装 与精美的汉服入场 现场的观众们则是以热情的呼喊进行回应 欢迎你们来到前了 看风起滑下 隋唐一梦 一眼千年 着汉家霓裳 畅游络绎 闻名回响 在给现场感受传统汉服美学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艺啊 这个向大家呈现 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的深邃内涵 我们排了一个行进舞 就是以四个民族为主的 就是都是非议的母体动作 民间特别流传 老百姓也特别愿意跳的 我们把它带来了 通过这些呢 也是让大家看看我们 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 有骑马的 有农耕的 有森林文化 我们的文化特别的多元 当晚 随着一场点球大战的结束 村超现场迎来了高潮 卡尔萨 摇喝尔 龙门金刚等 非议文化节目轮番上演 为观众们奉上了一场精彩的 非议文化盛宴 我们这一次整个村超带来了三个节目 两个节目是西藏自治区级的优秀的非议文化遗产 都是超过700年历史的传统的舞蹈 那么我们也想把西藏人民最精彩的 最美好的一面 展现在贵州人民面前 我们喜欢村超 我们也愿意就是推广村超 然后让西藏更多的优秀的节目和 优秀的这些艺术家来到村超 让大家都认识到西藏的这些文化 尽管此次跨越了上千公里的距离 但是在村超的足球场上 表演者们依然热情饱满 为在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的高水准演出 对于他们而言 非议家足球带来了新的惊喜 我觉得实际说结合起来吧 好像说是很遥远 实际我觉得文体是不分家的 我觉得文艺也好 体育也好 我觉得都是在培养人们的体制 和培养人们的精神生活 我这是一次融合也是碰撞 大家在一起互相交叉 互相学习 互相对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更深的理解和了解 开心 当然 就那么多人看我们鼓励 那么开心 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 2023年以来 自博烧烤 荣江村超 哈尔滨的冰雪世界 天水麻辣烫 老城汉服 一个个独居地方特色的城市IP 先后在短时间内被大众熟知 成为引爆地方文旅经济的关键所在 在洛阳市老城区文旅局局长 尚凤辉看来 与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IP联动发力 不仅能够展示地方的足球精神 也能宣传好城市形象 更能携手打造城市经济新亮点 无论是洛逸古城的出圈 还是贵州村超的火爆 我觉得我们都是顺应 城市经济发展的趋势 着力激发消费的欠能 更是发挥IP以流作用的增动写照 那么以洛逸古城为例 我们注重颠覆性创意 沉浸之体验 年轻化消费 移动端传播的新文旅理念为一领 突出做大做强 城市文旅 着力拉动文旅市场的消费 有效形成和保持了文旅的市场热度